小朋友在九時來的上課生遊戲 空間降臨設備是很完善 這是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接場 補助告報服務中心 第一點就在市政府警察局 第一婚局離勞 市政府已經基盤夾白衣服 現場是勞力滾滾 告報中心已經在四月開始教訓 提供嘉義市的警察動員 安心特郵中所 有限的名額最好的場域裡面 我們職場教訪中心 就在嘉義市成立了 看到可愛的孩子們 我們都覺得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嘉義市目前職場教訪精心 總共有五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推廣 讓孩子們能夠有更好的照顧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告報中心 委託中華風管學會經營管理 主要教授警察動員 兩歲到六歲的孩子 第一提每個月只要兩千塊 第二提一千塊 第三提開始免費 減輕照顧孩子的負擔 當時也能讓警察動員 減顧家庭和工作 其他透過福利政策 提升生育路 改關手指化的問題 有人會諷說有沒有註冊會 有沒有材料會 都沒有 立軍人兩年 在我們市場還有我們議會的指示下 總算可以順利來成立 那這當中目前我們的優勝是只有9 8月份 我們可以再多照顧 你說什麼 那目前還有理論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經過一年完的幾月和工廠建設 嘉義市第五經告報中心 總算實證實可用 交易報補助五百十六萬 市政府負擔八百萬八千 建設警費總共六百四萬八千塊 在環境設備和經營團隊 都非常專業 目前已經照顧九位小孩 暗算八位 學生第五十六位 告報中心 最多可以收到二十五位 記者就出現 蔡鳳報道